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谚语的意思是得不偿失的叶子 因为贪小便宜而失掉了更大的部分 它的典故是来自于春秋时代 那个时候中国分成好几个国家 有大国有小国 这件事恶于我诈 都想把对方给并吞掉 和扩张自个儿的设立范围 这时秦国的秦桧王 一直想兼并西南边的蜀国 但是因为通往蜀国的道路路况不好 运输不方便 所以一直无法达成心愿 后来秦桧王打听到 蜀国的统治者是一位贪心的人 于是他就想到了一则妙计 让蜀国中圈套 秦桧王先召集了国内有名的工匠师傅 雕刻了一头石牛 又将很多的金银珠宝和玉石 绸缎等等 黏在石牛的屁股后面 再叫人出去散播谣言 说这头牛是一头神牛 不但会拉出金银珠宝 还会吐出丝绸来 哇 这个消息夜传千里 终于传到了蜀国那儿 这蜀国的统治者知道了 马上就派遣使者到秦国去一探究竟 还向秦桧王表示 愿意出高价来买这头神牛 这时 秦桧王装出一脸慈善的样子说 既然贵国喜欢这头神牛 那么就送给你们好了 只是要到蜀国的道路 实在是不好走啊 太危险了 还是请贵国派出人马 把神牛迎回去好了 蜀国的统治者 一听到使者的回报 简直是乐不可知 这从天而降的好机会 怎么能够错过呢 于是就赶紧派人开山修路 准备迎接神牛 结果路才刚刚开好 秦国的大军就来了 这条又宽又好走的路 竟变成了秦国公蜀国的 坦途大盗了 于是 大伙就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蜀国 贪图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才会自举灭亡 真是音小师大 小朋友 你听到了 这音小师大的谚语典故 那么 得人叔叔就来造个句子 给您听听 开学了 小明带着妈妈给的学费 要到学校交给老师 结果在上学途中 看到小贩在卖糖葫芦 小明一时 垂涎欲滴 就把妈妈给的学费中的一部分 拿去买糖葫芦吃了 到了学校 老师要小明 缴出学费 而小明 却缴不出全额的学费 按照规定 小明明天需要补交 而且需要加上一倍的罚款 小明这下 真是音小师大 小朋友 你可学会了这句谚语 学以致用 用在生活里了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叔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